大家好,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節目 今天六個節目只是2021年5月5日 今天有一個新西蘭的伊德台洋,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來西亞的馬來近 各位網友好 希望大家點贊、分享和訂閱 請記得訂閱網向編輯節目正向報和西蘭 繼續裝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次就想跟大家說說國內的話題 現在國內就對一幅新的圖 就是熱烈討論當中 那是什麼圖呢? 就較早前,在國內就拿了一張 一張日本的名畫 叫做《神內村沖浪女》的名畫 將它改成怎樣呢? 就放了一些穿著生化衣服的人 拿著一個桶好像是 作狀倒一些東西到海裡 遠處就有一個核電廠的建築 那幅圖獲得這位趙立堅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先生 就擺上推特廣傳 並且自訂的 自此之後 在日本就出現大量的反彈 首先那幅圖就是來自這位日本的名畫師 而且那幅圖本身就非常有藝術價值的 竟然有中國人拿來做改圖 覺得有點侵犯的感覺 也都因為這樣 有什麼侵犯? 日本人他們覺得自己是侵犯 我意思 事實上是沒有侵犯的 事實上是他們想侵犯全世界 就是將一些核廢水倒入海 所以我覺得這種行為非常可惡 國內的網友 那幅圖實上又沒有傷口到大家 而且也可以將一種信息帶出來的 就是日本會污染海洋 那時候這幅構圖擺了出來之後 趙立堅置頂分享之後 也都造成一陣的空洞 現在日本有一家媒體 又是拿回同一幅圖 神奈川沖浪裡的圖來改 那又加了一些東西上去 就是一隻中國海經的大船 撞向一些日本小艇 日本哪有小艇呀? 這些夠說啦 日本當然沒有小艇 日本跳漁台周邊遊翼的船都很大隻 很大隻的 不是流的 但是它的構圖是這樣的 我現在分享給大家看一看 後面還有另一隻船 那個國旗看起來很像 菲律賓的國旗 另外前面有一些船 撞爛了的就有這個 日本的國旗 還有中間有一隻就是 日本的國旗 越南 越南 沒錯 越南 底下寫著戰狼外交 這個就是戰狼 取其諧音戰狼外交 那這張圖是日本傳出來之後 當然自然也會傳到中國 傳到中國 這次就想不到 很多網民都看得覺得很舒服 而且也強烈建議 日本外務省是推特 將這張圖置頂的 這張圖的署名叫做佐藤正銘 這個人就是 古畫家 這張圖是刊登在東京新聞上的 他那個風格很像阿尊子 那些畫的畫一樣很難看 你看看他畫那些船 幾像阿尊子 畫那些船 滑滑滑那樣 因為我可以斷定他 是用那個Mouse來畫的 就是阿尊子都是 好像拿著那個船 在那裡畫公仔一樣 像小畫家一樣 小畫家一樣 讀一下讀一下這樣 就是你這樣就有少少缺乏 或者欠服 快點啦 欠啦 那他也是 做的工作也是跟尊子一樣的 就是政治諷刺漫畫家 專門在東京新聞上 天天去畫這些圖 也曾經因為畫這些圖 得過獎的 好啦 這幅圖 想不到 這麼多的中國網民 都大叫讚好 有些人說 簡直是覺得 偉超偉妙 甚至乎有人認為 這位漫畫家 左藤正榮 根本就是內鬼來的 日奸 有些網民就說 是不是 他這樣畫呢 是不是想嘗試挑撥 中日之間的社會的矛盾呢 不過絕大部分 我發現那些網民都是大讚特讚的 嗯 有網民就寫 中國海景 不怕危險 乘風破浪 遲緩國際 這種精神 就是大國擔當 另一位網民就寫 神清氣爽 也有網民就寫 畫面是挺好的 不過 沒有了些核海水 因為之前已經倒了 那 為什麼沒有了核海水呢 實際上 這幅圖 就是諷刺 這個 中國海景的 執法 就將它 將這個中國海景 其實是 污衊成 一個霸道入侵的感覺 但是呢 很多中國網民就見到 中國的海上實力 日益強大 大船撞小船 是啊 其實日本人的船 大價很多 就是現在日本 妄自誹薄 它說日本人 它扮弱 日本人這個最壞就是 最壞格的 其實就是 日本它用一件事 用得挺厲害的 嗯 我想 借這位說一說 就是 一件事叫做 守藥學 守藥學 日本人是最喜歡用這件事 扮殺藥者 守藥學 究竟是什麼呢 這位呢 是一位的 西進的名神 他自圓海 名道於自圓海 那麼 他就寫了這件事 寫了一本書 就講 怎樣為之 守藥 為什麼呢 不要稱強 不要示強 什麼時候都是 以一個弱者的姿態示人 這次呢 日本畫這幅圖 明顯就是以一個弱者的姿態示人 其實日本不是太差的 日本的船大隻過海景 這個肯定 是不是 肯定 還有它那些是準航母來的 它可以放一隻F-35那些垂直升降那些下去的 就是航母來的了 所以 就是說 畫到中國那隻海景船那麼厲害 其實是騙人的 沒錯 事實上是扭曲了一些事實的 事實上中國是防禦的而已 日本人每次都來打我們 明朝開始已經是這樣的 沒錯 它將中國海景視為入侵者 問題就是 喂 喂 中國在釣魚島附近 巡邏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 這個對日本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因為 一直以來 日本都視釣魚島為他們的領土 而目前 現在中國有能力了 可以派多些船去巡邏一下 不同的領土 但是 已經觸動了日本的神經 而且 加上 美國 從中 不停地去挑撥這些事情 又說美日安保 而且又派一些航空母艦 去到那一帶 去台海那一帶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台海的問題 也是成為一個 都頗為熱烈關注的地方 現在的海景船 現在派得多了 那麼 日本 也都是 考慮著 目前現在他們也在考慮著 要怎樣應對 怎樣應對這些海景船 例如 就再 立法 加強 對於 當地 周邊出現的事故 要怎樣應對 還有 一些 日本的軍艦 也都已經在 台灣 外海附近 出現 較早前 一艘 一艘 中國的軍艦 出現了在 台灣外海 當地台灣國軍 和日本的軍艦 也竟然一起出來爆炒 出現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 現在 如果再是這樣 大家搞下去的話 最後會不會擦槍走火呢 這個風險 就變得越來越高了 日本人呢 就最想擦槍走火的 其實就是 就是 根本就是要 令到大局 陷入一個混亂的境地 就是 中國呢 其實是需要一個 和平和穩定的 亞洲地區 去繼續發展的 那 當然 如果欺負到上門 當然不怕你了 但是不會主動去找麻煩的 現在有些人呢 就是 經常做一件事的 就是說 遲打不如早打 早打不如馬上打 打回場仗 那這些是 上前線當然說得很爽啊 大佬 就是這些是玩東西的 其實就是 是害整個國家的 同意的 沒錯 那你看到周邊地區 其實有些人都是 他就是想 他想你亂 他想你不穩定 不穩定有 美國人插手 就 好像自己有運行一樣 但是實際上 都不是真的十分想美國人插手插得太厲害 很多地區 所以玩到差不多 就會喊停 有一個拉扯的工作在那裡 那只能夠自己做回自己的事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粗淺的看法 那有些人當然要小炳我 那沒所謂的 你就小炳我 我最多就在菲律馬毛那裡回應回你 我沒所謂的 多麼閒的 我講回這幅圖 其實我個人認為這幅圖 正正就污衊了我們中國海警船的工作 中國海警船不是一支侵略的部隊 是維護當地的秩序的 它畫成這樣 我個人認為是有需要的 嚴正對待的 是否需要到 升級到外交層面呢 我覺得是不需要的 但是一定要正面的 用媒體去回應它 去回應它的 就是說 你這樣寫不適合 就是沒有必要去到外交層面 因為這個是一個報紙寫出來的 沒錯 報紙放出來 那麽就回應一下 根本就是污衊 這個污衊是口谷 畫到日本的船這麼小 就已經是根本瘋了 就是日本就是要告訴人 它是弱者 就是這件事情 是不適合的 日本不是弱者 是不是 但是日本現在就 經常有一個弱者的姿態 事實上 不單止是日本獨立一個國家 它還有後面一個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的 一個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 做它的後盾 這樣加起來 它們的力量是可以堪得到中國的 事實上 就是它畫這幅圖 就覺得中國在欺負他們 中國什麼時候欺負過他們 什麼時候欺負過日本 中國經常被日本欺負過 錯了 這條數 都還沒計算 很多 尤其是日本的右翼 經常就會認為 過去很多的暴行 說沒有發生過 譬如南京大屠殺這些東西 而且也經常 去對一些 就是它所犯過的暴行 置諸不離 不得只 更加要不承認的 還將一些 甲級戰犯 供奉起來 這些數 都還沒計清楚 現在 就竟然描繪數 自己是一個受害者 你害完人之後 說自己是受害者 這個真的不適合 所以 我個人認為 有些網民覺得 看到這幅圖 其實就是 覺得很開心 我個人認為 並不太值得開心 這幅圖 正正在污衊著 我們中國海景的工作 日本人用這個 守藥學 都是用到出神入化 所以大家都是要知道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們做人 都是要學會一下 怎樣守藥的 就是有時候 處世之道來的 這些都是 就算 好像 真B師讀書這麼厲害 學士學位 經常都說自己讀書少 但是他不在這裡 就說說說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他這些 又是一個守藥學 是嗎 是嗎 沒錯 就是守藥學裡面 有一卷 就叫寶魚片 可以說 人不懂的東西太多 懂得多是好事 但是不懂也不是壞事 智者呢 就用計謀作為取勝之道 不過 智計有失 就會事與願為 蠢人呢 用蠢的方法呢 都可以贏得勝利 蠢到十足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那麼 智計 有難以做到的事 愚笨 卻可以解決它 這個恐怕就是大部分 都是傻子的緣故 哈哈 當權者 不會忌憚一些很蠢的人 但是會忌憚一些不忠的人 地位低的人 不容納奸詐的人 而容納有誠信的人 是啊 上司精明 下屬愚笨 雖然危險 但是可以平安脫困 下屬聰明 而上司昏庸 好運就一定會完結 說自己很聰明的人 你不要害怕他 要怕 就怕些說自己是很笨的人 警惕說自己低B的人 就是說高B的人 就不用怕他 沒錯 就是 强者一向都是自弱的 他不會把他强的那一面 顯露出來 哦 當然 假裝吃老虎 這個就是處理之道 如果說自己下戰奮道呢 哦 那這些真的 那就要警惕了 要嚴厲警惕他下戰 是吧 沒錯 剛剛社長說得很對的 有些人說自己高B的 事實上高傑都有限 是吧 不是 他說自己聰明的人 不要怕他 是吧 我跟書直說 我也是 我也是看到 因為台仰他找了這本書出來 那我就找來看看什麼 那裡面就 其實是很短的 就是這個 手藥學 嗯 基本上是很短的 但是 就是當然現在的人 就是 將一本這樣的書 就是這樣的 本來一個很短的文章 就出到一本書這麼厚的東西 叫做手藥學 一本書已經變成了 因為他夾集了很多故事在裡面 那大家容易一些理解 理解 不過手藥這個是道家哲學來的 就是以藥性强 以柔黑綱 能夠手藥就必能變强 强者手藥使强者行强 弱者手藥由弱轉强 手藥是强弱轉換的學問來的 嗯 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些傳統中國智慧來的 日本都學不少東西 你看到他們這次 其實本身他們的海軍 都算是強者來的 很厲害的 他們厲害的 但他們的宣傳上 就畫到他們自己很不堪 好像越南一樣 好像越南和菲律賓一樣 但是其實 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 他把自己放在菲律賓和越南 我和他們一樣 其實 是啊 但是現實不是這樣的 當然不是啦 日本海軍 是全亞洲第一個海軍 擁有這個航空母艦的 你看二次大戰 所以被人打殘 所以被人打殘 可以跟美國撼的 最後被人打殘 也是該死的 但是他不是全差的 他到現在都不覺得自己是被中國打殘 他只是覺得自己是被美國打殘 他就是要怎麼說呢 不斷在那裡搜弱 嗯 那就令到自己變強 當他其實強到某一點的時候 他就 囂張了 其實就是日本人 在80年代的時候 哦 所以美國人這個真強者 當然是一巴掌 打到他躺下 然後掌聲他之後 他現在就 都是醒了 他現在強者就守藥 會令到強者行強 這個是強弱轉換的學問 大家都留意一下 希望 嗯 因為 我們這個都是藥台來的 其實 我們經常都說 別人的那些 阿Viu又多 我們拍一拍片 都幾十萬的 是不是 我們只有幾千的 幾千的我們照做的 因為我們 都是用這個守藥的哲學 去做事 很藥的 你不要來搞我們 很藥的 很藥雞的 藥雞台來的 那好吧 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為止 下節回來講其他的話題 好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